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其工资根本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而对于炫富行为也只是归结于一句虚荣心所致与实际情况不符 回想当初因虚荣心所致进行炫富的周公子说出的最震惊人心的话 应该就是那句喝20万亿斤的茶叶 虽然通报中声称周公子喝的20万亿斤的茶不存在 但是实似乎并非如此 曾经有博主分析 既然周公子家中有那么多房产 人家喝20万块钱一斤的茶并不过分 当时周公子他写的是20年的白蚝饮针 这个茶算得上是明茶和好茶 一般都在清明时节之前采摘 采摘下来之后还要手工剥离雨液 直剩芽头 茶的特点就是茶叶上带一层白蚝 芽头晾干了以后形如饮针 所以得名白蚝饮针 从产地上分为福鼎和正和两个地方 福鼎茶的特点是清烈甘甜 正和茶是带有蓝香味 而周公子说他喝起来口感一般 大概率是福鼎茶 可既然滋味一般 他为什么能值20万亿斤呢 关于白蚝饮针的市场报价 如果是一年的茶 它的报价是1000到1500 如果是三年的茶 报价是3000到3700 而如果是七年的茶 就是7000多到8000多 年份和价格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基本上相当于一年涨1000块钱 所以周公子喝的20年的白蚝饮针 应该就是20万亿斤 此外 既然如此的话 为什么通报里说不存在呢 因为通报中写得很清楚 他们调查的是周公子常去的一个茶楼 据那个茶楼说 他们店里边最高是6800亿斤 没有20万亿斤的 所以因此得出调查结果 20万亿斤的茶不存在 是周公子的虚荣心所致 也就是说他胡编的 但某博主认为 以周公子的身价 人家喝得起20万亿斤的茶 毕竟以市场行情来说 他说的也是有理有据 此外 抛开这个炫茶的行为不谈 光是其他方面的炫富和炫优业 也足以引起外界的多番讨论 周公子曾在朋友圈里发文称 自己购买了第七套房产 而且今后还要继续买房子 另夜炫耀 曾经由某省领导给他递香烟 还是价值1200元一条 有钱都买不到的名贵香烟 而出去吃饭的时候 单位的一把手 居然还能主动和周公子坐在一起 并且来回敬了他十次酒 主动替他搭人情 铺路子 另外因为周公子说了一句 空调吹得太冷了 办公室主任立马就找人 来给他这个小职员修理空调 并专门找人给他装上了挡风板 当然除了这些 还有各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像是某位市长的公子 大型公司董事长 省委书记 还有某银行总部股份公司 行长和副行长等人 而周公子先前曾买了一套别墅 开发商居然白送了他两颗停车位 隔壁邻居还是江西省某地市的副市长 他还曾经过武警站岗的省长楼 直说是级别限制了我的想象 随随便便参加个合唱比赛 都能在交工集团 碰到很多省公路局的老领导 以及原来在省交通厅大院长大的小伙伴们 至于炫富的欧米加手表 苹果手机 鳄鱼牌衣服 RB腰带等等 虽然通报里没有提及 但却是在周公子的朋友圈 真真切切见到过的 还有像是父亲副局长没问题了 性感空姐 鱼里等我两个小时 等等各种秀出优越感的话 在周公子的朋友圈里 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而在被官方通报之后 周公子的家庭背景 也终于被彻底公开 周公子 名叫周杰 是江西国控集团 股权管理部的一名员工 目前已停职 配合调查 周副是原省公路运输管理局 客货运输处副主任柯源 主任柯源 2020年9月 晋升为四级调研员 周母则是南昌长运公司 客运五分公司原副经理 于2017年退休 周公子大伯 为省高速集团院 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 2012年退休 二伯为南昌长运公司原职工 2017年退休 三伯则是省交通设计院 党委副书记 2021年退休 看完通报 许多网友都说 全家人都在一个系统里 夹带私货 互走后门的事情 肯定没少干 像是周父晋升一事 大伯和三伯肯定没少出力 通报中说 周公子本人 及父母名下一共有六套房子 和两个商铺 总价一共1500万 贷款253万 在2006年和2022年内 先后购买 可很明显 凭借周父和周母 在国企单位勤勤恳恳的工作 几乎没有可能 挣到1200万 所以综合种种事情来看 周公子 坑家的事实 基本上被断定了 而有意思的是 原有周公子 坑家 尽则有妻子 坑夫的奇葩事 近日 一则90后 券商交易员 月入超8万 相关截图 开始在社交平台 疯传 相关截图显示 有博主晒出 其配偶的收入水平 及两人合照 并配上 由中金公司开具的 月均收入为 82500元的 收入证明 而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 该话题一度登上热搜 单日阅读量 超6300万 而且很快 该事件就引起了公司重视 据中金公司透露 目前该员工 正被停职调查中 如果从流程上看 多半不会有什么问题 唯一的错误就是 让对象把收入晒了出来 违反了内部规定 这和周公子的性质差远了 有点无望之灾 不过 这位妻子的行为 仍旧遭到了网友的议论 再说回周公子事件 其实他在朋友圈炫富贵 重要的不是谁递烟 也不是20万亿斤的茶 而是交通系统内 周家所占据的那些资源 体制内家族化 其实并非什么新鲜事 早些年就算没有编制 很多单位也都是一家人 只是周公子所表现的 是一种普通人少见的 体制层次家族 在小县城里 那种从爷爷到孙子辈 全在体制内的现象并不期缺 从乡镇到县单位 各个部门里 总有很多直系 旁系的家族成员 几乎是子承父业式的 在各单位编制上更替 当然 每个人都有考编的权利 不论其父母是否在编 这是公民自由 但很多网友都觉得 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体制是一道隔绝人与人的墙 但至少 还给小镇青年 留下了一个坐体考试的希望 可家族化的体制资源与权势 却似乎成为了一堵 没有缺口的墙 资源只在一圈人之间置换 希望也只在一个圈层里传递 普通人 身一脚浅一脚地 带着焦虑奋斗 始终敌不过别人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更绝技 触摸不到那一支烟和一斤茶 从古至今 阶层的划分 无疑不是伴随着资源的固化 这种家族化体制的现象浮出水面 不仅体现在是亲属间的传帮带 也体现在婚恋关系中的编制内 只配对编制内的这种社会观念 像是小权贵联姻的变种 它作为一种还很流行的普遍观念 十分值得警惕 此外 那些我们觉得不可能出现操作的 基层小单位 其实该有的规矩 和周公子的朋友圈一样 留成一个不少 单位要上报招考空编的时候 留着几个不上报 不招人 要等到谁家的小孩明年毕业时 再设置条件招考 甚至还美其名曰 不是违规 只是给人家小孩一个机会 基于种种现象 才让周公子的事情爆发之后 许多普罗大众对此愤恨不已 纷纷请求彻查这一家人 毕竟大家辛辛苦苦地奋斗 在这些人眼中 却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只希望类似平台能公开化一些 也希望少一些周公子这样的二代人士 给其他为前途而努力的年轻人 多一些平等和机会 她是让无数女大学生都羡慕的富家太太双子姐姐 每天就只需要在家貌美如花 到外各种买买买 过着无数网友理想中的婚后生活 然而啊 最近她却现一场租车事件 遭到她房 甚至还被频频爆出卖三无产品 那到底是强倒众人推 还是她房她车底呢 双子姐姐长相酷似明星赵韩英子 自称自己是三个可爱宝宝的辣妈 不过身为一名辣妈 双子姐从来不将大把的时间花到孩子身上 毕竟这家中有保姆有司机 就各种杂活压根不需要双子姐来办 所以双子姐每天的生活就只需要貌美如花 每天早上 双子姐就会到白满水果的浴缸里 泡一个香香的热水澡 泡完澡之后呢 各种贵妇护肤品也都通通安排上 小到几千块的SK 神仙水 海澜之米 大到几万块一瓶的贺莲娜 CPB 通通都能在双子姐的护肤台上看到 接着再化一个精致的妆 就开始享受一整天的生活 作为令全王女大学生都羡慕的富家太太 双子姐每天的生活除了貌美如花之外 每天还必须得去商场消费一波 从爱马仕 祥奈儿到杨树林 迪老 每一个新款双子姐都不会错过 不光如此 双子姐和老公的感情也十分令人羡慕 虽然说俩人已经结婚十年 之间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那两个人日常的相处就跟热恋的小情侣无差 早上老公陪自己一起洗漱 洗澡以后有老公给自己吹头发 不管吃什么第一口老公都会留给自己 每天老公下班后基本上都会带自己出去玩 如果下班加晚了还会收到老公晚上带来的夜宵 公司聚餐也都会带着双子姐 全程不会让自己动手加一下菜 平常到商场购物也全部都是由老公买单 买的大包小包压根就不用自己去颠 就这样的爱情着实令人羡慕 不过俩人或许是秀了爱秀多了 就在七夕节那天 双子姐却因为老公送她的一辆车而陷入她房 当时就在网友还纷纷还羡慕她的幸福生活时 结果却有网友爆料视频中老公送双子姐的车室租的 因租车事件富太太人设遭到质疑 后又被频频爆出卖三无产品 她到底是真富太还是剧本百拍呢 自打双子姐因租车事件遭到群嘲之后 她也没有第一时间去澄清此事 而是默默删光评论 拉黑网友 后来随着舆论的发酵 双子姐的老公发视频澄清了此事 并表明已经把车给买回来了 尽管如此 还是由网友表示无法信服 因为双子姐老公送那辆车 正是老四莱斯价值600多万的魅影 而且现在已经不是贵不贵的问题了 是在2022年2月份的时候 官方就已经发布了停止预定 现在你就想买你也买不到了 所以 单凭一个视频就表示 自己已经把车给买下来了 着实令人无法信服 除此之外 双子姐还被爆出了售买三无产品事件 在网友的多个爆料下 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心寒 同时 还有网友以专业的角度 爆出双子姐的首饰包包 基本都是高仿产品 橙色也和正品不对 接二连三的爆料 让网友不禁怀疑这双子姐 到底是真好还是剧本 同时 还有一些网友表示 双子姐如今是强盗众人推 但不管怎样 网友们纷纷向往的生活 算是塌房了 其实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 这种网红租豪车 假装成自己买豪车的事情 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相信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人 购买劳斯莱斯 法拉里 蓝博基尼等豪车的视频 不少人都会演红和线梦 然后学习他们从工地小伙到年薪百万人士的成功经验 从这些网红分享的短视频来看 似乎真的是人手一辆豪车 但是只要查询了一下大陆的汽车销售记录 就会发现了事情的猫腻 从2020年1月份到9月份 大陆总共售出了30辆法拉里 2114辆兰博基尼 560辆劳斯莱斯 加起来还不到3000辆 而且因为瘟疫的原因 多家车企都因为工厂停产时销量受到不小冲击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法拉里 兰博基尼 宾利之类的豪车销量 都在2020年实现了快速增长 2021年第一季度 劳斯莱斯汽车创夏公司成立116年以来 最高的季度销量记录 劳斯莱斯汽车首席执行官表示 劳斯莱斯各车型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 其中 全新股斯特和库里南的市场需求尤为强劲 在各个关键市场业绩表现持续上升的同时 劳斯莱斯Bispoke高级定制业务量也达到创纪录水平 兰博基尼CEO也表示 公司已经排了9个月的订单预定 由此可见 瘟疫对于有钱人的影响真的不算严重 有观点认为 因为这两年瘟疫原因 富人没法满世界旅游 钱花不出去 只能各种买奢侈品 买豪车 以满足消费需求 对此分析家们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首先瘟疫并没有影响富人的财富增长 反而让他们更有钱了 在最新全球亿万富豪榜单的福布斯就成 新入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全球亿万富翁的数量也更多 与劳斯莱斯破纪录的销量相比 宾利这边的消息 貌似尴尬了很多 听说瘟疫期间全年的销量仅为1896辆 这个数据相信很多人并不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搜索核查虫发现 在斗印上宣布自己在2020年 购买了宾利新车的 足足有6万人之多 那么这6万人是怎么分这1000多辆车的呢 后来咨询了业内的专业人士 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些网红们为了吸粉赚钱 有很多都是租的豪车 甚至有些汽车都是走私车 据说某二手车行日租车 10个短视频博主拼团包 能拍100个段子 一天几千块钱的租金 开着豪车在不同的地方拍视频 发各种不同的文案 目的就是不人眼求 而且像购买劳斯莱斯 宾利等品牌的商务车 一般都是以大公司名义购买 怎么可能让这些网红随便开出来 当然这些网红们发布的视频 也有很多的疑点 这种租车的网红多了以后 豪车也在租车行业的小众市场撕掉标签 同时租金也是水涨船高 甚至在春节期间 法拉利 兰布基尼 麦凯伦等品牌车型 一车难求 一辆超跑每天几千元的价格 仍然需要提前预定 这让众多租车商看到新的利润增长点 但是 一位超豪租赁商负责人坦言 高光背后风险并存 由于车员参差不齐 消费者租赁高价车型 还是选择大型汽车租赁公司比较稳妥 提车前 消费者与租车公司工作人员 需和对租赁合同的种种细节 所租车辆与图片标注是否一致 同时确认车况及外观是否有划痕和破损 车辆保险是否齐全的 才能避开套路 他表示这类车型价值较高 如果消费者租车时不小心遇到不良商家 往往后期租客要承担很高的维修成本 同时 汽车租赁商家面临的风险也不小 豪华和超豪华车型的单车企 售价在百万元以上 这就存在被一些用户抵押的风险 上述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坦言 无论大型汽车租赁公司还是小型汽车租赁门店 经营过程中都遇到过用户把车租走 将车抵押给其他人套现后人车蒸发的情况 负责人坦言 租车人提供给租车公司的为假的身份信息 后期公司还要报警寻车 而车辆能顺利找回还算幸运 如果遇到车辆被租走后被拆解成零件售卖 租车人又无力偿还车款 损失最大的还是租车公司 为此 目前租车公司都会仔细甄别车主信息 在车上安装GPS 并在合同上标注清晰条款等 尽量避免问题的发生 所以以后看这些视频看看就可以了 切记不要比较 比如有的人可能会自卑 明明跟这些人年龄相差不大 但座驾的差距怎么这么大 现在明白了吧 有些人的豪车根本不是自己的 诚然短视频视频确实能赚不少钱 但是不能为了赚钱特意炫富 更不能造假炫富 这种行为一旦被人揭穿 会引来无数人的耻笑 大家都知道 现在想要成为网红的方法很多 而其中就有一条是通过炫富 很多的富二代艺 或者是一些想要成为网红的人 都会刻意地去包装自己的形象 以此来吸引大批量的粉丝 但是却有一位网红 居然因为炫富而被注意 然后FBI不远万里奔赴 跑到了阿联酋将其逮捕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现在炫富都已经成为罪了吗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位俗称豪佛拉里娜的网红 真名叫做雷蒙德 阿巴斯今年已经38岁了 他是一名尼日利亚网红 是以日常在Instagram上 发布自己富贵生活照片 以及视频而抱吼的一位网红 在被捕之前 阿巴斯在Instagram上 已经拥有了250万的粉丝 在网络上很多人都猜测 他其实是福尔黛一 或者是什么高管的子女 因为在他那个年纪 能够凭借自己赚到如此多的财富 是一件让人非常难以置信的事情 但其实在2014年之前 他都是在尼日利亚的穷人区生活的 直到2014年才搬到了 马来西亚有了一些积蓄 在后面2017年的时候 阿巴斯又搬到了迪拜 网红生涯也正式走上巅峰 在Instagram上 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富裕 他在网上这样写道 我的一天 从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吃寿司开始 然后决定做直升机去巴黎的 迪奥水疗中心进行面目护理 然后穿着酷起喝香槟结束这一天 而阿巴斯也通过展示各种夸张的 兴起的富裕生活 迅速地积累了将近250万粉丝的人气 在他以前发布的视频里 阿巴斯曾经从迪拜海滨公寓登上直升机 然后拿着酷起 范思哲和芬迪的购物袋走来走去 他还发布过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他介绍自己如何像人废纸一样扔掉成堆的现金 另外他的一些照片还展示了法拉利 梅塞德斯和劳斯莱斯汽车的多种型号 并带有都是我的标签 通过他展示的这些财富 网友们都认为他一定就是一位非常有钱的富豪 并且为了展示自己的影响力 他还经常发布与国际体育明星等其他名人的合影 当然也有很多的人会好奇 短短几年时间 阿巴斯是如何从一个穷人区小子变成现在这样的富豪呢 面对粉丝的提问 阿巴斯一直都自称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 介绍到这儿是不是很多人都很疑惑 这样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问题呀 为什么阿巴斯会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抓捕呢 原来阿巴斯在Instagram上展示出的所有奢华生活方式 其实都是他利用黑客手段非法获得的 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 阿巴斯组织了一个全球性犯罪团伙 利用计算机技术入侵商业电子邮件 并向企业客户发送虚假电子邮件 以此骗取私密资料 然后借机入侵受划者的银行账号 将账号中的所有资金都转移到该团伙的银行账户 据目前统计 阿巴斯的团伙从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大公司合计 窃取了数亿美元 在阿巴斯被捕的同时 他还有11个同伙也同时被一起抓捕 而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证词中称 阿巴斯从一家外国金融机构 窃取了价值1470万美元的资金 证词提到的日期和金额 与去年马尔塔瓦莱塔银行的预计事件相符 去年2月马尔塔政府表示 有不知名的黑客对该国瓦莱塔银行 进行了网络攻击 利用虚假国际交易转出一笔巨块 值得一提的是 马尔塔政府是该银行的最大股东 不得不说 阿巴斯一伙真的是胆大包天 居然感动心思到一个国家的政府头上 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居然成功了 而针对这一点 其实很多网友都非常的佩服他们的技术 当然 此外比较引发关注的是 阿巴斯被控诉于去年5月 从英超足球俱乐部窃取1.24亿美元 而且他还内用自己的网红身份去赚钱 阿巴斯在经过初期的积累后 拥有了不少的粉丝 但是这并不代表就可以直接有钱 于是阿巴斯开始思考 如何能从这群有钱的粉丝身上 大捞一笔这个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后 他还真的就想到了问题的答案 那就是建立一个伪造的银行网站 并以此获得那些有钱的银行卡信息 当被调查人员问到 为什么不直接利用粉丝的爱 和他们进行私人对话 并用委婉的方式 直接获得他们的银行卡信息 这个问题时 阿巴斯回答道 粉丝虽然很喜欢自己 但不论用多委婉的方式 问他们关于个人信息问题 这都会引起他们的疑心 并让他们不再信任自己 而网站不同 网站可以放长线调大 与阿巴斯继续说道 他告诉这些粉丝 网站是自己和朋友做的 让他们放心使用 并且完全不用担心信息会泄露问题 他同时告诉那些粉丝 就算不注册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权 据了解 也正是有选择权这句话 让粉丝更加放心了阿巴斯的为人 粉丝认为 哪怕网站是自己的结晶 阿巴斯也绝对不会逼迫他人使用 这足以证明 他不像是会利用他人信息 做换事的人 这信任有了 一大半的成功也就有了 据报道称 一大部分粉丝注册后 阿巴斯再接再厉和十几名朋友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后 最终悄无声息的获取了几百万粉丝的个人信息 那么阿巴斯又是如何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抓到的呢 这里面又是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了 阿巴斯之所以会被抓 居然是因为阿巴斯在Instagram上的网络发言出卖了他 阿巴斯日常喜欢炫富的习惯 让他在网络上留下了华丽的数字证据 并且阿巴斯在社交网站上填写的个人信息也暴露了他 FBI早前通过调查阿巴斯同谋的苹果手机 早就发现了阿巴斯的存在 一个尼真为Hush的人 而警方通过这个关键字 居然发现和Instagram上的一个大网红相似 并且这个大网红的发财之路还并不清晰 所以警方就对阿巴斯的人生进行的调查 很快就发现了他所说的房地产生意 其实只是一个噱头 虽然阿巴斯确实有在做着房地产生意 但是其规模却完全无法与阿巴斯自己 日常的奢华生活所匹配上 在阿巴斯的社交网站上留下了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 也让美国方面进一步的进行了调查 最后获得了一批比较私密的信息 让美国联邦调查局锁定了这位 在Instagram上赫赫有名的大网红 就是他们要抓的嫌疑人之一 并且阿巴斯发在社交媒体上的生日庆祝照片 也进一步验证了他的身份 照片中阿巴斯展示了一个华丽的生日蛋糕 上面装饰着分底的灰镖 调查人员以此确认了他的生日 与上一次在美国签证申请中的生日吻合 于是最终确定了已知的犯罪嫌疑人 哈与阿巴斯并不是碰巧同名 而是两个人根本就是同一个人 那这警方又是如何抓到阿巴斯的呢 毕竟阿巴斯人并不在美国 还经常信的全世界飞 这个过程就更加离谱了 原来迪拜警方是通过阿巴斯 发布在Instagram上那些图文并茂的照片 很快就发现阿巴斯当时正愉快地 住在迪拜的豪华宫殿度假呢 于是便联系了迪拜当地的警方 让其帮忙抓捕 而根据迪拜警方在声明中所说 在抓捕到阿巴斯的时候 调查人员查获了近4100万美元 实在辆价值680万美元的豪华车 以及40多部电话20多台计算机的证据 并且还在他们的电话计算机和硬盘驱动器上 发行了将近200万一次受害者的电子邮件地址 目前阿巴斯和朋友们都已经被逮捕 但是他表示 自己并不后悔那些犯罪行为 作为一个曾经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来说 只要享受过有钱的生活 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阿巴斯虽然说是确实是罪有应得 但是其被注意以及被抓捕的方式 却让人感到好笑 原本作为黑客的他 已经将那些痕迹都隐藏得非常好了 但是最终却因为自己过于嚣张的炫富 而导致自己被警察盯伤 最后自食恶果 根据相关信息 在目前阿巴斯等团伙已经对以往的罪行都供认不讳 而他们则需要面对的是长达20年的监狱生活 现在的网络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炫富的视频 而只要不是带有骑士色彩 单纯地展示附设生活的内容 网友们也不会产生敌意 反而会对博主能赚这么多财富 表示敬意和佩服 然而某些主播在尝到炫富的甜头之后 却逐渐开始突破自己的下限 日常衣食住行上的炫富 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于是就想方设法地 用各种古怪行为进行炫富 例如近期因为炫耀仅用直升机 而为拳王谴责的百万网红 王澄澄 他本来炫富炫得好好的 没想到走上偏门 愣是因为炫耀而把自己整垮了 根据王澄澄的说法 出生于辽宁的他是22岁白鼠起家 26岁购买了自己400平的大别墅 也是凭借自己的能力 购买了百万豪车座驾 他的真名叫王关成 曾在新加坡留学 可以说是一位留学海归人士 从2017年开始 就不断地往返沈阳和新加坡之间 报道称 他曾说要实现一个梦想 就是回到家乡开一家奶茶店 而且他还交代 他从新加坡留学开始 就一直做过兼职 家教 艺术老师 奶茶店店员等等职业都做过 而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曾经教印尼学生中文课程 一周三节课 每天教完学生后 都会到最爱的奶茶店 买一杯最大号的奶茶 带回家慢慢喝 值得一提的是 当地电视频道 还报道了他的励志故事 后来 赶照于家乡的好政策 他选择返乡创业 经过考察 投资500万元 在沈阳某艺术购物中心 成立了第一家 一杯钻石奶茶甜品店 随后更接连开了五家 以及一家餐厅 而且还到北京和深圳开了连锁店 而在短视频平台中 王晨晨的形象却截然不同 有关其内容的账号 开始为几部情景剧 讲述一个闪婚女孩的故事 之后才有较多的炫富内容 出现了豪车 豪宅 与奢侈品等元素 如在2022年7月10日 发布的视频中 王晨晨记录了自己一天的花费 总共是15,050元 在三天后 其又发布了一条名为 一个人住400平房子 是一种什么体验的视频 期间还有媒体报道 在疫情肆虐严重时 王晨晨曾向一线医护人员 捐赠过100杯奶茶 大量水果等慰问物资 而这些公益行为 一度得到了官媒的大肆宣传 这样完美的人生经历 令广大网友羡言不已 而如果仅仅这样 没有后续视频的曝光 王晨晨的经历绝对是楷模 也就没有那么多事件发生了 直到王晨晨发了一条 疑似借用警用直升机 进行拍摄的视频 在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并质疑的同时 风评也开始转变 记者经过检索发现 视频中出现的机场标志 与沈阳通飞通用航空公司 机场的标志极为相似 随后记者致电该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 其飞机一般停泊于 沈阳市法库财户机场 由于机场并不是封闭的 且没有人时刻看守 基本上谁想去看的话 都可以进去 也可以自行拍照 但在记者询问 公司是否有代理 警航飞机时 其表示并不了解 随即挂断了电话 而与此同时 王晨晨的短视频账号中 与一名身着警理服的 男子合影的内容 也立即被推上热搜 而画面中的男子 正是王晨晨的父亲 结合两件重量级的 炫富行为过后 网上的争议更是越来越大 沈阳市公安局 也发布了警情通告 通告中指出 针对网民王晨晨发布 其与身着警理服的 父亲合影视频 以及利用直升机 为背景的视频 引发网民热议的问题 沈阳市公安局 会同纪检监察部门组 开展了调查 调查情况如下 其一 网民王晨晨 其父王某将 于2022年2月退休 原是沈阳市公安局 巡警支队 某中队教导员 2010年 因病退出科级领导岗位 退休时为二级高级警长 三级警监警协 其二 网民王晨晨拍摄视频 所用背景直升机 为辽宁通飞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 所属民用直升机 该机停放于法库县 财湖民用机场 日常管理维护 由公司负责 沈阳市公安局 仅在承担特殊任务时租用 王晨晨在拍摄抖音视频时 该公司总经理卢某 未经批准 擅自同意其拍摄 对此 集团公司已决定 免去卢某总经理职务 其三 王晨晨于2017年开始 自主创业 2021年结婚 其丈夫赵某 为沈阳义企业法人 其父王某将在职期间 已按规定 将女儿创业经商情况 进行了报告 然而事情到此 并未落下帷幕 因为与王晨晨 有过合作关系的前编导 也跟着出来爆料了 他在2020年7月末 与沈阳及时行了文化传媒公司合作 运营王晨晨账号 运营时 原名为闪婚王晨晨 后更名为王晨晨 合作了半个多月 做了账号的前六条视频 韩晓也还表示 他对该账号 采取了剧情账号的模式 通过打造账号人设的方式 来进行运营 锁定方向就是变相炫富的路线 通过炫富来吸引粉丝关注 据韩晓也所说 因为王晨晨本人和及时行了文化传媒公司 在物质资源方面较为匹配 对其拍摄所提出的物质要求 都能悉数满足 包括私人飞机 别墅等收化配置 他们都能找到相应的资源 可以说是有钱人的千层 而王晨晨个人的话 韩晓也说 他曾拿过一个爱马仕的包 价值20多万 但他进一步强调 网上视频中所流传的别墅和号车 全部都是公司提供货为租建 并非王晨晨个人所有 他只是利用这样的道具 打造炫富人设 进一流量而已 对此 记者联系了及时行了文化传媒公司 其工作人员回应称 公司很久以前 就已经与王晨晨解除了合作 具体情况他们也不太了解 而王晨晨本人对记者的问题 则一直都表示不方便回复 记者还了解到 当时因高调晒出 与警服附近的合照 王晨晨登上热搜之后 其穿戴都是奢侈品 俨然一副人生赢家的样子 一度引发网友不适观感 而随着沈阳方面的即时通报 围绕王晨晨使用直升机 拍视频炫耀引发的质疑 虽然部分得到了澄清 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却没有给公众更多交代 比如 到底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才有能力在15年前 将读高中的女儿 送到新加坡留学10年 显然 如果严苛对照王晨晨退休的父亲 王某江的职业履历 很难说在2007年 就具备将女儿王晨晨 甚至还包括陪读家属 一起送往新加坡的财力 此外 王晨晨2021年结婚 其丈夫赵某为沈阳一家企业法人 但关于这家企业到底是什么性质 官方通报中并没有提及 我们也无从得知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 王晨晨并非赵家的同养媳 所以在15年前 留学新加坡的费用 应该来自于其父王某江 而非其丈夫赵某 通报确认王晨晨的年龄为31岁 这与沈阳媒体此前铺天盖地报道的 90后返乡创业青年所吻合 如果按照王晨晨2017年 回国自主创业这个时间点计算 当时他为26岁 再加上媒体所称 他在新加坡留学生活10年之久 所以2007年出国时 他的年龄在16岁上下 再对照通报提及的父亲王某江 2010年因病退出科技领导岗位 可见王晨晨留学早期 其父应该正处于中队教导员岗位 所以这个职位的收入 能不能应付女儿的留学开支 有没有利用职务之变 就变得非常耐人行为 要知道 王晨晨不是从大学阶段留学 而是高中阶段 其中花费自然更多出不少 而且王晨晨曾说 自己在22岁之后 就没有再跟家里要过一分钱 都是自己创业所得 那么 16岁出国到22岁 接近大学毕业这段时间的 高额自费留学开支 王晨晨又是怎么解决的 当然这些问题只是网友们 针对王晨晨炫富事件的深巴 至于是不是另有隐情 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不过 本来一个励志姑娘的好故事 如今也变成这般模样 实在令人唏嘘 诚然 网红们想要打造人设 塑造话题 让自己保持足够高的关注度 这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网友们也都没有意见 但为了刻意追求标新利益 而捏造事实和真相 就有些不太地道了 目前拥有300多万粉丝的王晨晨 账号内的所有视频都不能看了 账号也成了私密账号 而对于头像更改为 明天见的字样 网友看后还觉得 隐隐有些挑衅的意味 至于王晨晨未来 会不会回归短视频 我们无从得知 只希望他如果真要付出的话 就一定要吸取教训 并用真实的本事打造自己 才能赢得持久且稳定的关注度 现如今 网红已是网络时代的代表性产物 一方面 网络红人的出现体现了 网络时代的包容性 只要有一技之长 只要有足够特色 网络就有可能将你捧红 素人们也有站上顶端的希望 另一方面 网红的高频更新 也体现网络时代的肩膀性 一茶接一茶的特色 网红轮番登场 目不暇接之下 我们往往没来的 即认识一名网红 他可能就过气了 尽管网红浪潮来去匆匆 却仍有不少人屈之若物 甚至宁愿给自己设虚假人设 但随着曝光度的提高 这些虚假营销的网红人设 却很容易就翻车了 这个其貌不扬 嘴巴大的有点吓人的女人 正是本期视频的主人公 她是全网最能干的女人 专科毕业卖保险出身 却能够一晚带货2.3亿 被誉为是威亚的接班人 同时她也是最爱炫富的女人 一晚赚了400万 她全网到处炫耀 但没想到因为太过张扬 遭到了事务局的关注 她便是新近的带货一姐 彩虹夫妇 四年之内为老公连生三胎 连坐月子都要直播带货 这位90后丑女为何要这么拼 既然说是夫妇 那这其中 肯定也少不了彩虹的老公郭斌 要不是老公太过优秀 恐怕也急不起彩虹这么强的斗志 彩虹与郭斌相识于高中 身为学渣的她 恰好就看上了小她三岁的郭斌 两个人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外在研制 都有着天壤之别 为了将郭斌追到手 彩虹用尽必生所学 写了一封又一封的浪漫情述 最终达成所愿 大学期间 两个人也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异地恋 为了有钱去见对方 两个人一有时间就去兼职 一个大学下来 车票攒了厚厚一打 为了配得上学霸男友 彩虹也已改学扎本色 大学期间甚至还拿过奖学金 不过以为天生的容貌问题 彩虹毕业后还是未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无论是酒店前台还是汽车4S店 都将她拒之门外 无奈之下 彩虹最终进入了门槛相对较低的销售行业 由于刚进入社会 两个人也都没什么钱 所以只好窝居在一个8平米的小屋里 为了早日脱贫 即使是在下班后 两人也都会想方设法做一些兼职 一个小时时员一直干到深夜 日子虽然苦 但幸好有彼此相服相依 这样苦了几年之后 生活间接好了起来 出租屋从8平米升级到了20平 靠着出色的业绩 两个人三年内从试用业务员连升五级 双双晋升为高级经营 父母也从一开始的不看好变成了支持 另可 在2015年的时候 两个人还拥有了人生第一辆车 2016年买下一套70平的房子 2017年又换了新车 有车有房 婚事自然也该提上日程 那一年李国斌向彩虹提出了求婚 两个人在一年后完婚 还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两人生感尖上的责任越来越重 正握紧了拳头准备猛冲一把 但没想到却遇上了瘟疫 长得不好看 还不会什么才艺表演的彩虹夫妇 凭什么能够在一年时间内 创造过艺的销售神话 成为直播带货的一姐呢 这一切还要从瘟疫开始说起 因为瘟疫的突然降临 两人的工作也受到了直面打击 但彩虹是个闲不住的女强人 互联网时代给了她新的灵感 她尝试发布作品到网上 没想到竟收获了不错的点赞量 受到鼓舞的她立马乘胜坠击 将她和老公十年的爱情故事 制作成视频发到网上 接地脸 女追男 学渣配学霸 设歌配仇女 随便一个形容词拿出来 都足够吸引眼球 但彩虹夫妇一举就全站上了 不出意外 彩虹的视频感动了全网网友 一天内就收获了20万的粉丝 和一般角柔造作的网红不同 彩虹的每一条视频都是真情实感 她的直爽 谈帅 积极乐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在粉丝还未破百万之时 她就利用曾经销售的经验 开启了网络上的直播带货 虽说不能靠颜值吸引人 但彩虹的可信销售风格 还是让不少网友掏钱买单 销售额直线上涨的同时 粉丝量也在一天天增长 不到一年的时间 夫妇俩就成了平台的顶级主播 带货销售了达一一只多 直播一年的时间 彩虹就全款600万 买下了260平的大平层 一家老小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600万的豪宅住了仅仅一年 彩虹再次豪质4300万 卖下了面积800平米的独栋别墅 在事业飞速发展的这几年里 彩虹还为郭斌接连产子 四年生了三胎 但即使是在月子里 彩虹也依旧在直播间卖离带货 2022年8月3日 彩虹耗费巨资给自己举办了生日会 同时也将其作为直播学头 当晚就创造了2.3亿的销售神话 除去礼物和福袋等人资耗费 几个小时之内就把400万收入囊中 只可惜风头太盛 彩虹夫妇一晚赚400万的消息 传遍了互联网每个角落 随即便引发了税务问题 有消息称目前税务局 已经对彩虹夫妇的公司展开调查 想必不日就会有消息 住着4000万的豪华别墅 一晚上直播带货2.3亿 这样豪气的彩虹夫妇 却为何因扣门频频翻车 事实上这些锅 本该有彩虹的老公郭斌一个人来背 但夫妻本为一体 彩虹自然也没法独善其身 首当其冲的就是河南水灾事件 据彩虹透露 她的丈夫一开始只想捐10万 但她觉得太少 所以想捐30万 两个人争执不下还大吵了一架 随后彩虹还是不顾丈夫的劝阻 捐出了50万 本是一个善意的举动 但没想到却惹得丈夫不高兴 丈夫指责她为什么不把房和车卖了 拿去捐款还说彩虹做事欠考虑 第一次就捐款这么多 以后再遇上别的事 捐的少了肯定会收到网友的责骂 如果一次比一次多那不是更好吗 丈夫说的虽然有几分道理 但彩虹还是觉得 捐款这件事不需要那么多的算计 不过事后想想也觉得心疼 毕竟5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 对于拿着月薪的上班族来说 50万确实不是个小数目 但对于彩虹夫妇这样一碗就能赚 400万的大主部来说 50万倒也算不上什么大数目 他们能在网上赚到这么多钱 也是因为全网网友愿意捧他们 那拿出点钱回报社会又有何不可能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也不仅只有一次 在彩虹三台出月子的那场直播里 直播间销售额突破两个亿 一整个大圆满结局 结果却因为最后的一点小事 遭到网友拓慢 退款 拓散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时候的彩虹刚出月子不久 所以在直播快结束时提前退场 并把接下来的直播任务交给郭斌 郭斌承诺会在直播的最后 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以一分钱的价格出售5000个拉杆箱 以此回报支持彩虹的粉丝们 可实际上 最后只上了500单就匆匆下播了 理由是担心彩虹的身体 粉丝门空等一场 毫无疑问的是 此事让彩虹夫妇遭到了很多唾骂 虽然第二天 彩虹在直播间给大家解释了一晚上 并承诺会把缺的那些拉杆箱双倍补偿 但也不难看出 郭斌的格局真的不如彩虹 做生意最讲究信誉 只要取得粉丝的信任 还筹转不回5000个拉杆箱吗 网络浪潮下 新奇的人设或许让一些网红短期走红 品尝到被流量包围的虚荣 但没有实力和人品的依托 这些人终究被戳穿虚假人设 回落到属于他们应有的位置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下期再见